好了,我现在已经坐嘟嘟车到了住的酒店 酒店位置还不错 这边感觉好像是市中心 然后旁边有个夜市 据说 然后发现一个问题 我是在那个 AGODA上订的 大概订的价格是200亿 但是前面大家有没有看见 在前台如果直接预订的话是25美金 那就是175块钱吧 所以好像还是直接到前台来订 价格便宜一点 806是这间 我们看一下房间 进来以后就是一个大床 然后便是机 工作很简单 然后这边是卫生间 这边是淋浴 简简单单 好嘞看一下 这酒店唯一的好处啊 我感觉就是楼层还挺高的 看 能看到整个万象的城市景观 能不能开开 可以啊 这里可以 下 呦呦 这什么 纸巾 哦 这上面塞了好多纸巾啊 这为啥 有缝 看到吗 好大的缝啊 这是房子虫子飞进来吗 那算了 算了 算了 开开 好 开开开开 至今都掉下来了 但是还是看一下吧 看看整个万象的城市景观 感觉跟我们清迈差不多 啊 不过作为一个首都 还是稍微有点差的啊 呃 曼谷啊 吉隆坡啊 这种东南亚比较好的城市 还有什么新加坡啊 就没得比了 好 就大概是这样 房间大概这样了 我要先去洗个澡 从泰国一路赶过来 还没洗过澡呢 好了 我刚刚在房间里休息了一下 顺便洗了个澡 因为昨天晚上坐的那个 在泰国这边坐的夜间长渡车 对吧 一晚上没洗澡没刷牙 整个人酸溜溜的 好 现在弄好了以后 现在是四点四点多了 四点四十六 我这边准备出来逛一下 逛一下 看看有什么吃的 呃 这边算是 怎么说呢 老挝万象 首都最 比较繁华的地方 但是 其实看上去 我感觉 和清迈差不多 跟曼谷真的是没得比啊 去找点吃的 附近看了地图有一个 那个叫夜市 准备去看看 好 现在是下班高峰了 应该算是 你看 感觉有点堵车 我在路上看到好几个韩国人 没想到老挝韩国人也挺多的 其实啊 老挝的饮食习惯啊 感觉 还有你看文字啊 什么的 和 泰国真的非常的像 我说实话 我现在都真的 没有感觉在老挝 感觉还是在 泰国的某一个城市 好多 这种店都没开 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有个夜市 各种各样摊子 感觉现在还没有完全摆出来 估计过一会儿玩 再晚一点会很热闹 我们到前面去看看 前面一条大河 这条大河非常非常有名啊 我们过去看一眼 眼前的这条河 这里看上去也没有多快啊 不过往那边稍微快一点 这条河就是很有名的湄公河 大家还知不知的有一个电影啊 叫《湄公河残案》 就是这个湄公河 往前面去看一下 看一下 中国老成都 中餐火锅音乐吧 这是已经关门了 还是还没开门 还没开张啊 感觉有点像关门了 规模还挺大的 万象新世界 华为 这是华为在万象的总部吗 中国援助 看上面写了中国援助 北京什么什么集团 好了 我现在所属这个位置啊 这里应该是属于使馆区 那边是老挝澳大利亚的那个机构 但是不像使馆 它写的不是使馆 是老挝住澳大利亚的一个机构 然后这个肯定是一个使馆 白墙上面还有那个一根根一根根的刺 这个肯定是使馆的围权 我前面看了一下 搜了一下 这是一个法国领馆 法国使馆 你看法国使馆 上面还挂了一个乌克兰的国旗 所以我前面一路走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 诶 怎么老挝有那么多外国人 而且看到好多外国人 而且这些外国人一看就是 在这里常住的那种 还不像是游客 有些比如说遛狗啊 或者什么的 一看就是常住的人 后来一想 对啊 这里是老挝的首都 对吧 那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领馆 使领馆在这边 那 所以会有很多老挝在这里常住啊 肯定也有一些公司的 住他在外上的一些公司 外派 突然好热闹 有好多小摊子 这感觉是个医院 你看 还有小护士 过来买吃的 就是老挝当地的小吃摊 烤肉 哇 好多苍蝇啊 你看 真的是法国历史馆 前面是法国国旗 然后我发现一个蛮有意思的 这个应该是老挝当地的彩票 上面是各种各样动物 然后有数字 果然这是一个医院 Inpatient lobby 这个医院看上去蛮有规模的 不知道是不是私立医院 然后这边有一个学校 我前面从另外一边看 这是一所高中 这个园子非常大 你看这上面写着 中国原住 看到吗 然后 底下还有一个 写着 中老友谊长存 那这高中就是中国原建的 看来在老挝 中国原建的东西不少 这里一区 感觉就 算是比较繁华的 你看前面还有高楼 那边有一个商场 叫万象中心 能叫万象中心的话 我觉得应该算是万象比较大的一个商场 我准备过去看一眼 这里就是万象中心 旁边高楼新建的 中国银行OBC 我从那个 泰国口岸过来的时候 看到老挝这边有一家中国银行 找的特别的大 这是比亚迪 现在比亚迪很强势啊 强劲进驻东南亚 包括在泰国 也是 开了很多店 而且开的位置都是那种很好的位置 咖啡Amazon 这个是泰国的咖啡点索品牌 泰国版的星巴克 过环境去溜一圈 过环境去溜一圈 你看这里还有红旗的广告 在泰国就很少看到红旗 红旗H9 我前面路上还看到有人开红旗了 应该是中国人吧 进来以后 东风 东风皮卡 这什么车 这我还不认识 这有什么车 这两个车我都不认识 是不是都是东风的车 小米 奥米卡 那个都是卖表的 英国国际学校 我去学校的广告 公寓广告 六万八千美金一套 一放一厅 六万八千美金起 四十多万人民币 五十万不到 感觉地标建筑 万象生活中心 看着不错 精装修 我说 看看看看 这个这是什么 密血 密 密 密血平常 我天哪 哇 这个有点 牛白了 这啥饮料 一万七 一万七多少人民币 一万七大概 七块吧 大概七块钱吧 这个很厉害 有点强 尝尝 还有茅台 可以 我要买杯密血平常尝尝 在国内我们还都没尝过密血平常 看 旁边上面都有中文标识 我点了个双拼奶茶 大概 两千五十一块钱 大概六块多七块钱的样子 看到密血平常还是有点开心的 看到密血平常还是有点开心的 但是三块钱不到 国内是不是卖三块钱 当时很火的 就是那个味道 就是那种科技味 真的很好喝 哎呀 真的很感动啊 这是我的晚餐 麻辣烫 就是这家店 这里有一个像大时代一样的地方 前面有什么北京烤鸭 花西牛肉粉 黄焖鸡 越南粉 各种各样吃的 然后我本来上来想找找厕所的 结果无意当中发现的 看到麻辣烫 哎呀一下子感觉有点馋了 就点了 试试味道